台北市议员洪建益因为猫懒争议被北市府挨告 那么昨天他到了党中央想看看这个民进党中央要不要挺他 他想要见的是副秘书长洪耀福 不过呢因为正在开中场会所以没有见到高层 只在党部停留了五分钟 那么是不是来请求奥元的呢 洪建益虽然是否认 不过呢党部随后发表了声明稿 表示会提供洪建益法律的协助 带着女助理洪建益突然现身民进党中央 议会开大会的同时专程跑这一趟洪建益想见谁 先去覆密办公室人不在甘等五分钟离开 当然也没见到再开中场会的党主席蔡英文 党中央派发言人接待 他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这个东西没有啦就是有一些时间 因为他也要回高雄嘛 那之前他本来有意料可能会在台北市参选啦 那我有帮他一些问题那我有跟他讲清楚 这部分可能要去跟人家谢谢一下 最近您好像蛮多委屈的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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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真的不要再讲一个焦点 正义的猫懒问题不想再答 洪建益就拉着女助理快闪 这趟党中央拜会之旅三百秒结束 不过相关调查才刚开始 NCC已经发函民事要求五天内说明 是否有涉及做假新闻 民事也大动作对北市发言人赵新平 还有法规会主委叶庆元提告捍卫生育 北市府也对洪建益提告 三方互告真相等法庭裁决 民进党人权律师团也正式为洪建益议员提供协助 进行后续司法诉讼 今天是我们的权利家远台北采访报道